我今天很奇怪的是 收到很多人给我这个 小丽媛的脸书 叫我要好好的读 我想小丽媛是谁 搞了半天 他在台派里面 有很高的一个声望 像什么周玉寇啦 这些人 跟他都非常熟悉的样子 那你们讲 他是一个县市 一个县市进行分析 好 我们看到最底下 他想说台湾不是有22个县市吗 台湾22个县市 我们先讲结论 民进党4加1 你四个是稳的 一个不稳 你不小心只有四个 国民党12加3 你是会到15的 民众党1 五党级1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民进党不就大败吗 那有人就说 哭哭很惨 不用担心 你今年输了 明年总统大选 你会大赢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很有趣 因为这个学者叫做 小丽媛星星 小丽媛星星是日本的政治学者 日本政治学者 关台湾什么事 我这样讲 他是专攻台湾选举议题的人 专攻台湾选举议题 他最有名的一次是什么 他跟松田康博 那时候来找韩国瑜 2019年的时候 韩国瑜迟到25分钟 那件事情 原来他是一个熟知日本 让大家认识 可是他长期研究台湾政治后 长期分析台湾选举的结果 对台湾很熟 非常非常熟 结果你看他很有趣 他正式公布 民进党他预判22线市 民进党只会4加1 如果听到这边 民进党支持者的朋友会说 什么叫4加1 哪市集台南 高雄 屏东 嘉义县 他认为这4个是稳的 所以说 所以其他都不稳 嘉义是澎湖还是有点机会 和其他都不稳 所以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先看 我当然跑去他脸书去看他的 仔细的分析 我看完脸书之后 我对他分析我并不意外 有趣的事情 竟然他被出征 被出征 去骂他说搞不清楚状况啊什么 你懂不懂啊 日本人 有没有来这边做提点调查 我跟他讲 他预判台湾政治有准到什么程度 2016年选前他预测得票率 他预测蔡英文拿56% 你知道最后蔡英文拿几% 不是啊 56% 他预测朱立人拿32% 你知道朱立人后来拿几% 31% 他预测宋主义拿12% 最后宋主义拿几% 13% 2016年误差是1% 1%之内喔 2016年更夸张 因为他觉得寒流 2018年不是寒流起来吗 他认为这个太有趣 所以他跟松田他们是组团来台湾 去做田野调查的 结果呢 他预测蔡英文拿57.7% 有小数点 你知道蔡英文就拿多少 57.1% 只差0.6% 他这么厉害 对 他估韩国瑜34.1% 最后韩国瑜拿38% 宋主义拿8% 最后宋主义拿4% 他算了什么 漏算什么 七宝 最后宋主义掉4% 韩国瑜多4% 这他没有遇到 可是他让我觉得最可怕是什么 他快去预测立委 2020年的立委 立委他是一个区一个区下去看 民进党差一席 国瑜传差一席 他是非常非常准的 是参议席 对 各差一席 他非常非常准 他是去各区去做 那比台湾的 这个所有的飞行 是不是还准 我觉得真的很准 所以呢 他第一件事情 所以他跟吴董有拼的 他有拼 日本无子家 日本无子家 这样听起来这个 可信度掉很多 不管 那我的意思是说啦 他预测民进党4加1 那很多人就开始问啦 我出征他我不管 我跟他讲他是有公信力的 那些出征 当然你为你自己新安党去出征 我不管 可是我要谈 他有预测很多地方 大家感兴趣 新竹台北桃园 他是怎么预测 新竹台北桃园 对 先讲新竹 新竹 他预测零个人确定出局 他有个 他有个代号啦 两个圈圈叫做 可能当选率很高 一个圈圈叫做可能当选 一个三角形可能翻盘 他预测高桃园是一个圈圈 就是说有可能会当选 沈慧红是一个三角形 简单讲还在搏动之间 就是沈慧红还在跟高桃园蠢动 对 但是沈慧红劣势 然后高桃园优势 所以你再打高桃园 可能打起来高桃园变两个圈圈 这是一块 我建议民进党 公开建议去打林根仁好不好 把林根仁打起来 建议把林根仁打起来 然后靠位票会被分掉 好那新竹没救我们讲台北 台北状况是这样的 他把台北判陈忠死刑 我觉得蛮夸张 他蒋万是一个圈圈 黄珊是一个三角形 陈忠是完全没有 换句话说在松田康博的预 在这个小丽媛星系的预测里面 陈忠是没有当选几率的 他认为有悬念的是蒋万跟黄珊珊 这跟乌董预测蛮像 因为他们两个会有选票 会有互相祭宝的可能 但他目前认为 保蒋的几率比保黄来的多 就是他预测台北的部分 桃园入死谁手还不知道 张善政一个圈圈 郑玉鹏一个三角形 至少你知道吗 很少人敢去赌这个张善政领先 对可他敢赌 张善政一个圈圈 我再讲这叫做有机会当选 一个三角形叫做有可能逆转 所以他预测张善政一个圈圈 郑玉鹏一个三角形 意思是什么 就是张善政略为领先郑玉鹏 但是郑玉鹏有翻盘机会 所以我谈 这是一个长期研究台湾的学者 而他研究台湾的学者 过去非常非常准 他也会来台湾做甜点道产 但是他其实很谦虚 他说这些都还是账面数据 他还要再来看 他脸书上有写的 11月会真的来 然后来的时候会真的去问 那时候一定会有更准的报告 那个时候报告 很有可能就会定身死 就是这份的胜率预测 我认为小丽媛欣星星 真的很有趣 直接大家去观察一下 你要讲 其实你是苗栗同罗人 可是苗栗 本来以为徐定征没有写 徐定征现在是中东井 两个在搅 纠缠 对因为中东井 大家不敢画两个圈 就是你很难想象 苗栗非国民党会当选 可是最近有最后一块拼图 到中东井在那边 陈超明帮中东井站台 要搞清楚苗栗的选拳 苗栗三线跟海线 三线是客家人 三线客家人是 立委是徐志 基本上这个牌 已经被中东井拿起来 海线是刘正宏 对的干的 可是海线宪任立委不是刘正宏 海线宪任立委是陈超明 陈超明照理来说 应该跟刘正宏站在一起 流派的 可是陈超明因为在官司缠身 他要压一个以后 可以护他的人 所以最近流出画面是说 陈超明就倒过来 去站台中东井的话 那我就要讲 陈超明去站台中东井 中东井一统苗栗讲话 最后一块拼图已经完成了 好 廷伯 你是做国际研究的 我们不让你去分析这个选情 可是我很好奇 小丽媛星星到底是什么 他出书两本书 都是有关台湾总统选举的 对 小丽媛先生 他是东京外语大的没有错 但是他的这个 等于说那一宗来讲的话 应该算是从 若林阵杖这一宗下来 若林阵杖 若林阵杖就是跟李登辉 这边关系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若林已经非常老 他现在找到的很大学 也有台湾研究所 那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长期就在 他有诗诚的 对 他们长期就是 关注台湾选举 关注到什么地步呢 关注到包含 村镇乡里面的 做田野调查 真的假的 而且他之前来讲 他连村镇都熟 对 都熟 而且他跟这个 台湾的地方人士 其实都熟 那台湾的地方政治人物 有一个特点 不管是蓝的 绿的 看到日本人 就不断地一起给他 很多的讯息 所以他其实听到 蓝绿两边都可以听得到 所以你看到 不管只要看到日本人 就请囊相授 就是有点看到美国CIA 你就在不断地一直讲 所以朱立伦才会跟美国CIA 讲那些事情 所以你看到很多 这个日本人来的时候 他就是听 他也不是跟你讲太多 但是他们听完之后 就知道大概状况是怎么样 因为两边的一比对情况之下 他的资料是最准的 因为民进党 已经有民进党内部民调 那国民党内部民调 他这些东西都绝对看得到 而且说不定他手上 就有副本一份也不一定 所以他11月要来干嘛 应该也可能跟官选 也是有关系的 那他这一团来讲 其实他们每次来的 就是那几个人 就是小丽媛新西 松田康博 福田园等等之类的 这几个人 一个是做台湾的安全的 一个做台湾的选举的 一个专门在搞台湾的两岸关系的 然后所以这几个人 大概跑来跑去 大概了解台湾 这有点像什么 日本因为情报系统 做得非常严密 所以日本对中国大陆 也是要做到村委书记 每一个村委书记 在干嘛 背景资料 然后到底怎么样 日本做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以后也是跟日本 日本跟中国以后 也是这个交手的对象 以前他要攻打中国之前 他其实把中国的 所有的地理状态 环境状态 全部都了解得非常透彩之后 所以你以为说NHK去拍黄河 NHK去拍长江 那个都是在做情报的 那不是在做 真的是做节目的 做思路也是 都在做情报研究了 所以你看到小丽远 他到台湾来 长期一直过来 中国第一个 两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 两万五千分之一地图 为什么知道 那是军事地图 就是日本人画的 那以前台湾的护震资料 地震资料 全部都是由日本人建构起来的 所以你才以前 大家看到什么榆林土 那些东西都是 中国人乱化的地理 地震资料土 日本来马上全部改革 全部都非常标准的 同样的 因为资料太方便了 所以变成说 日本人在做情报的时候 他非常方便 那小丽远来讲的话 他非常用功 因为他把每一个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乡镇 其实都了解得非常透彻 他是一个很用功 而且非常便宜 你看底下 他可以说是跟台湾这些 我是不认识他 他跟台湾这些名嘴 绿色名嘴都很熟 是啊 所以他来了一定跟他们吃饭 所以跟他们吃饭 结果来讲的话 给他一些情报 所以他的情报绝对不是什么 只有偏绿营而已 或是偏蓝营而已 是两边中诊之后的结果 所以当然绿营 有些人看不惯不对吗 看不惯的结果是因为 你那个绿营 他偏听嘛 蓝营这边来讲 有他的这个 也有相关的资料 而且他也会做实际调查 什么叫实际调查 就是到走 脚往下走 到了各个乡镇 各个县市 然后去了解真实的状况 绝对不是说 在中央看民调 也在冷气房 吹冷气 然后去做一些 民调的结果而已 好所以董事长 底下我刚刚讲到 他现在现况22个县市 22个县市里面 民进党 他也觉得可能是 4加1等于5 国民党12加3等于15 民众党1 没有政党的 无党籍的 就是中东几的 就是1 但是他讲 打三角都有6个 所以这6个 6个地区 刚刚讲的 6个地区在哪里 6个地区在 基隆 桃园 新竹 苗栗 这几个地区 有可能不要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比较意外是 他为什么会在 这个一个多月前 就公布这个名单 因为一般我们在 预估选行的话 我们到最后一个礼拜 我们不太愿意 谈这种事情 对 他真的那么有把握地 公布这个名单 表示他是 已经对这个情报的掌握 是非常地精准 你刚才讲新竹这件事情 高宏安打一个圈 然后沈慧宏是三角 打三角 这个逻辑上就有点问题 他讲的是对的 第一个他是对的 但是如果高宏安是圈的话 林庚人就挂了 对 那林庚人挂 林庚人票去哪里了 去高宏安那里吧 对啊 当然是投给高宏安的嘛 那林庚人加高宏安的票的话 那怎么可能会有沈慧宏 是三角 就是去高宏安应该是 两个圈才对啊 对不对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个不要谈什么 这不是什么你打我 我什么政治攻防 你骂我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经济部啊 支撤会 都没有用 很简单 你只要打到这种情况出来 那个同情票 跟那个票的移转 百分比一定的就动过来了嘛 会转吗 这一定转 因为我投了票没有用 因为投票的人很现实 我这个是无效票嘛 那国民党的林庚人里面 他有两种票嘛 他国民党的始终票 跟他自己的地方经营的票 那国民党的始终票 一定转掉的啊 这国民党不是笨蛋啊 最后情况 你看为什么卢秀燕出面 高金树梅出面 一大堆人出面 都是让你这个基层 在票在移转的时候 没有 就没有心理的负担嘛 他把自己的嘛 就转掉了嘛 所以他做这个 我认为新竹来讲的话 我现在很高估了 我现在比较敢预估 如果按照民进党这种 狂轰乱炸乱打的方式的话 高红安当选的几率非常高 应该是两个圈才对 我个人应该今天在这边讲 第二个来讲的话 他讲到蒋万安跟黄珊珊这个事情 这个很狠 他居然把这个陈时中整个丢掉了 你知道吗 我都 这句话我不敢讲 这句话我不敢讲 因为如果陈时中丢掉的话 黄珊珊就没有可能性了嘛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很简单嘛 陈时中如果第三名的话 黄珊珊怎么可能第二名呢 不可能了嘛 黄珊表示这个 表示蒋万安已经领先了嘛 对 可是不会说 这就像柯P一样啊 当时杨问真的票就跑到柯P去了啊 没有啊 不会啊 因为这次我要谈在这里 这次是学问啊 因为陈时中的票跟这个 跟黄珊珊的票的互动性 没有那么高嘛 当时的柯P非常有力量的 能够席卷整个民进党的大量的票 对 可是现在你看到这个陈时中的票 他还是所谓基本盘略高嘛 那基本盘略高的话 那请问你 所以我在分析这个票的时候 黄珊珊的票的大量的胜方啦 就是比较领先群是哪一群你知道吗 是中间选民跟年轻人嘛 所以我谈了一句话嘛 黄珊珊要靠高投票率 才能够维持胜率嘛 可是如果是这种选情 高投票率不出现 年轻人的高投票率 如果不出现的话 那黄珊珊怎么会有胜率呢 我们下轻人的高投票率不出现